各个革命阶段都对土地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 1947年的土地革命当年都先提出来一个平均地权的这样一个精神 后来的这一个精神就直接就演化成为广大的解放军钻石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精神了 他就从共产党的这个领导和统治中间的看到了幸福和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 所以呢这个农民啊就积极荣耀的当参军啊就跟着共产党走啊 就靠着一种革命性的这样的号召的打败了国民党 让一种腐败的统治建立新中国 农之根本乃国之根本 正是本着这一深刻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后加快了土地改革的步伐 1950年6月30日一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法律公布施行了 乡亲们看不懂上面那些繁杂的条款 但他们知道这些白纸黑字给予了他们几千年来最渴望的权利 那就是有田种有饭吃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村民们在政府派出的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下召开大会烧毁了旧地气引到了土地震 翻身的农民们欢欣鼓舞生产热情高涨 湖南、河南、湖北、江西、中国大地处处出现这样景象 至1952年底 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 土改成功完成 全国约三亿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中国延续几千年历史的崩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消灭 那么1950年实行的土改 然后就具体的把这个平均地权这个措施落实下去 它把农村中间的那样一种地主对土地的那个集中和垄断打破了 实现了农村社会的初步的平等 给农民创造了一种精衡的一个机会 即使是很平准的农民 他们也能够开始过上比较有保障的生活 这社会主义的最初的理想